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晚上怎么样 带着十个人去拆巴黎这一方面的祭坛 这些人也得到建招 得到建招 所以你不要怕 你因你的信心产生的行为 勇敢去做 我们看三十三节 那时候米甸人 亚马利人跟东方人都聚集过河 在那里在耶稣内平野安宁 耶和安宁降在基点身上 你看敌人蜂拥而过来了 有多少 十几万 那对于怎么样 以色列人来讲的话 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一方面的恐慌 可是三十节告诉我们 耶和安宁降在基点的身上 重不重要 重要 你看 宁在降在他身上 他就更加勇敢 我们靠神的里面行事 他可以让软弱的变成刚强 而且不只刚强 还有勇敢又勇敢的大能勇士 他就吹脚 他怎么敢吹脚呢 因为神的灵怎么样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亚比世主都聚集跟随他 哇 他打花人走遍马来西 马来西也聚集跟随他 有打花人去见亚瑟人 希伯罗人 南乌塔人 他们也都来与他飞河 这些人都在怎么样呢 是属于在以色列的北边那个地方的 北边的地方的 都飞河过来 飞河过来 飞河过来 飞河过来多少人呢 大概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飞河过来的话 准备打仗 那基奠怎么样呢 诶 人多了 哥斯莱讲 哇 他是怎么样 要寻求印证 寻求印证是应该的 而且上帝也没有责备他寻求印证 所以三十六节 基奠对神说 你若照着你所说的 借我所拯救以色列人 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河场上 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 别的地方都是干打 我若知道你必照着你所说的话 接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 有没有了 那就会印证 这个印证有没有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 而且是违反自然的现象 但没关系 上帝能不能做违反自然的现象 上帝不做违反自然的现象 但上帝可以做超自然的现象 什么叫神迹 神迹是超自然的现象 但不是违反自然 是超越自然的方面 因为自然都在神的手中 第二天早晨 七天起来 古人看见了什么 这样 就让羊毛挤一起 将羊毛中凝出来 凝出来水是什么了 满盆的露水啊 满盆的露水可多啊 你知道吗 所以神给他来起来的话 就有很多水 但只在羊毛的身上 所以你要印证 可大了 可多了 可是这样印证对七天够吗 还是不够 他们像摩西一样 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来讲的话 神为兼顾他 有没有给摩西有三个印证 一个是把杖丢在地上边的死 有没有啦 第二个是怎么死 换到怎么啦 怀里面再出来长大毛丰费 换进去又怎么啦 大毛丰费怎么得到医治 兼顾他信心 都要两次 甚至第三次 有没有啦 但基甸来讲一次够吗 所以他就再求印证 上帝没有花怒哦 几次上帝没有花怒哦 你看 基甸又对神说 求你不要向我花怒 我再说这一次 让我将羊毛再施一次 但你羊毛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你看这个是专门挑嘛 这羊毛施的 已经给你证明出的其他都干的 现在说要羊毛都是干的 那其他地方都有露水 如果是你的话 人家跟你求当印证 你要说 哇 你一个家伙来讲的话 你真的是挑贴 不合理啦 上帝有没有 但我们就受先知 因为我们活在大自然之下 我没办法改变大自然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个人来讲的话 会对腰者产生花怒 你这个是不合理啦 人家跟你讲的话太过分了 有没有 但神无所谓 没关系 为了让你信心能够坚定下来 上帝再行使一个超自然的神迹 所以后来怎么样 这一夜神也如此行 单独羊毛上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让你怎么样 让你积淀无法可说 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子 为了他自己的熬你的信心 为了他能够完成事情 在这个信心成长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的在建造他 让他信心可以怎么样 不再受 他已经超越人的信心了 但不受怎么样 敌人也不受烦心的因素 而害怕 胆怯 能够更加勇敢 这是上帝帮助一个人 在最短时间当中建立信心 给其争战的大能勇士 这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值得我们去学很多美好的教训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渡肉